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的关联 上个礼拜这个文稿出来了 我看了一下 好有趣喔 除了我的课程之外 也有报导另外两个老师 在城市设计上的努力 所以我想 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聊这篇文章 你可以打这个关键字 为何超过千人抢着上城市课 这个IT脑已经成为关键能力 那我们都知道 未来的人才需要具备除了你的专业力 你的外语能力之外 现在大家都在谈另外一个就是 你的城市设计 或者是运算思维的能力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高度 需要电脑运算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手机 自动车 自驾车 还有各式各样的应用 几乎现代人 已经脱离不了这个computing 这件事情 所以我指的是 不管你是学什么科 你是文学的 或者是教育的 或是医学的 法律的 商业的 多多少少也许你在大学 的课程里面 你都已经发现 然后好多课程会跟城市相关 学Python 学R语言 或者是跨域的 假如艺术的 可能会 学到音乐的城市设计 所以这一个讯息就蛮有趣的 为什么这个相当重要 事实上我们国家也 发现这个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所以有一个推动大学的城市教育计划 老师也 也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的课程 也在协助推广这个音乐 以及在极大的高教生根 各系的推广 那 这篇文章 当然就是其中要讲的就是 有三位老师分别在 商业 音乐艺术 还有医疗 来想 这些东西都可以跟城市有关 所以 大家不妨看一看 那其中 前面有提到 比尔盖茨讲的一些东西 还有大人物讲的 也许你们会听 那 第一门课程 这个就是台大资讯管理系的孔立杰教授 还有卢信明老师教授 他们有开一个叫商馆的城市设计 这个商业管理 管理学院方面 他们 现在 这堂课非常 非常热门 因为 在一开始 老师在开设这个课程之后 就说管理的人才 其实也要 学城市设计 那他们是以这个Python Python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想Python 这几年已经变成 这个 入门的城市设计 因为它相当高阶 语法非常friendly 我在志工 我也有在开Python相关的课程 来帮助跨域的同学 能够很快的了解 那 我想 孔令杰老师在这个访谈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不是说 你一定要一开始就变得多专业 变成sub engineer 而是 你多少要知道说 数位化 还有资料被computing 被运算 还有跟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 我想 就好像早期啊 我们进入数位化的时代 每一个人毕业都一定要会 怎么操作电脑 打word 打powerpoint 可是现在这样子可能不太够了 你这样子是文书处理 你如果不太知道说这个 这个运算 好的思维 还有基本的程式设计 可能你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所以 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下这一个网页的文章 那第二个page就有说 这个程式设计 这个孔老师的 是采用线上课程 因为他非常热门 热门到在台湾大学开课 数千人在同时上课 那数千人怎么可能上 那就是线上 那我知道孔老师的课程 发展非常好 那也在这个线上课程 摩克斯 都有这样的课程 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句话 我觉得蛮好的 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写程式就像堆积木一样 就是你必须要一个一个架在上面 难免电脑 一开始学的这个语法 并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就像骑脚踏车一样 你只要慢步就慢学 其实不太难 就像煮一道菜一样 孔老师在这里讲说 就像骑脚踏车一样 你反复练习 你有出现bug 你跌倒了 雷残之后 你在除错就好了 最后你就慢慢会融会贯通 你在他在课堂里面 带着学生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从做中去写程式是最棒的 那推荐你 推荐你去看一下孔老师的课 那在第三页里面 就会提到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这个编辑就访谈到我 因为当时他找我就是想说 怎么台湾好像很少人在把这个城市设计用在音乐 那他好奇为什么我会开一门叫音乐城市设计 这样门课 事实上这是大概三四年前我就一直想要开 因为我们在技大我是做多媒体相关的 然后后来我非常喜欢这个音乐的的美 然后跟另外一位张克宁教授 我们就有一个叫做音乐科技实验室 那从开这个音乐跟科技相关的课 慢慢慢慢我们就focus到就说 那我们应该用程式来控制音乐 那这样子可以让这样的跨领域的能力变得更大 后来我这门课也变成是一个摩克斯的课程 在济南大学也开放在教育部的平台 然后也还有这个师范大学有一个全球的 城市设计全球的摩克斯平台 等一下有机会再看 所以你可以读一下这个东西 那里面我教什么 其实教这个音乐的从最底层的这个频率 Hertz 还有这个泛音现象 还有就是和声之美到乐理 到最后的coding 什么都来一点这样的一个课程 相当有挑战性 那我自己在过程中也学到非常多 那知道吗 大家现在都在讲深度学习 AI 事实上当我们会写程式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音乐的基础 我们可以做AI的这个很多应用 甚至让这个程式的能力 跟譬如说社会贡献有相关 社会服务 我自己很有兴趣就是说 我能不能写一支程式来帮助 帮助老人 他没有机会弹奏音乐 他可以很简单的弹出音乐 那这个就是关于我的课程的介绍 那第三个老师他访谈 我想他是访谈的一位老师 这一位是王明旭教授 是跨域学习中心的主任 是吧应该是 好像是台北医学 大学很好的这个学校 他们有一个跨域的学院 那你就想说当医生也要学程式 是啊 现在的医疗 已经有很多AI的技术在里面 那在这一个文章访谈里面 他们有提到就是说 他们现在是全校必修 即使是医学专业 有很多是数位的这个技术要在里面 我们知道现在的数位的病例 已经非常普及嘛 你在某一个医院拍X光片 你将来要在另外一个医院 你要掉片子都没有问题 过去十几年就有建立这样的很好的基础 未来5G可以让远距医疗 再加上AI的技术 很多在早期这个远距很难做到的 都可以用这些来做 把资讯程式的能力用在 帮助人类社福福祉上面 所以 虽然这个文章只有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园丁计划有跟一些大型医院合作 有用AI的影像辨识 所以我想我特别在这里介绍 并不是说打广告 事实上我们基拉之工这几年的 耕耘的城市 我们有开放这个跨域的遗嘱 我们发现有有念念法律的 想要来进来念 来跨域的城市设计 来学AI的技术 有这个文科的历史 或者是外文 进来他想要透过城市来发展 数位学习系统 或者是学语言学的 希望能够用城市的威力来分析语料 那更遑润教育 商业本来就跟数位技术相关 蛮多的这个学科就跨域来学习 好我想 城市设计已经变成一个大家的一个技能 虽然有的时候学习眼花缭乱 但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脚印 你就会慢慢学习到 那最后我想 上个礼拜我去中兴大学 他们有一个有趣的通试课程 有一个请我过去讲几堂课 那我就让学生做这个例子 这个是我在我的数位课程里面的一个范例 是不是听起来很像流行乐 城市才25行 C和弦 G和弦 A minor和弦 F和弦 那就是一个loop 那我这边有个code 去接受我的讯号 我的讯号现在是接到这个MIDI的装置 是不是很有趣呢 欢迎来探索城市设计的世界了 拜拜